八卦陣 不是八卦不上陣 陣來陣去說實話 今天我們在八卦陣的女主角 已經來到我們現場了 大S 歡迎 大家好 不過說真的喔 剛剛我們在錄影之前喔 我們在拍照 我們這個中線啊 太八卦 立刻就在那邊 大S耳邊一直說 你看大S變漂亮了 史料未及 越來越漂亮了 怎麼會變漂亮啊 真的是跌破眼鏡 哪有那麼嚴重啊 黃毛丫頭 理都不理她 邀我八次喝咖啡看電影 不願意接受 現在想邀她 已經來不及了 寶貝 我看你有嚴重妄想症 喔 你說什麼 你真的滿丟臉的耶 上次看我妹做這個 現在我們要進入主題了 說到我們大S的 今天上大家都有看到 他對於籃球的這個選手啊 情有獨鍾 而且本身喜歡看直籃 尤其跟黃春秋 聽說已經發展成男女朋友的關係 男友這麼嚴重啊 解釋一下喔 就是我很喜歡看籃球啊 就是直籃啊 瓊斯輩啊 NBA我都很喜歡看 那每一個就是 你總要找一個偶像嘛 不然去看球賽有什麼意思 找一個對象 對啊 那為什麼獨鍾黃春雄 這個未婚的單身價值 最高的一位男子漢呢 為什麼呢 因為他長得帥啊 不然我找誰啊 奇怪啊 那有沒有進一步跟他做交往 或表示呢 沒有 欸欸欸幹嘛 有沒有 奇怪了 有沒有跟他要電話或者是 沒有啊就是 伸出大腿之類的 你們兩位有沒有一起去喝過咖啡 或者看過電影 沒有我還沒要到他家電話咧 我還沒要到他家電話 走什麼 還沒要他電話 真的嗎 就是想要但是要不到的意思 對 不是啦就是 就是 就是命運捉弄人嘛 喔 事實上是暗中是喜歡他的就對了 是啊 就是滿欣賞的 有機會的話 那如果我去打籃球 你會不會喜歡我呢 完全不可能 你不管打什麼我都不可能會喜歡你的 好啦 救命啦 你不能公報私仇啊 你不像話 那你覺得演藝圈哪一個男人最帥呢 演藝圈啊 可能是那個 你注意看 這裡有個開關 好 開始 演藝圈啊 很難講耶 杜德偉吧 欸欸欸欸 你幹什麼啊 杜德偉也是一個百年話題啊 欸欸欸欸 你才喜歡小貓隊裡面的曹陵耶 對啊 你真是一個狗仔隊的 我看你 對啊真是 他講到一個重點你都沒聽到 哪一個 你喜歡小貓隊裡面的曹陵 不需要再講第二名 幹什麼 你喜歡曹陵啊 還有過一段情的 那不是新聞 那是初戀情人嘛 初戀啊 拜託 對啊 我主要是為了接近曹藍 不是啊 我跟你講啦 頭太大 身體太小 我一個比較私人 但是報紙上也寫過啦 據說他們這幾個好姐妹 包括什麼范小軒 黃家謙 喜歡去洗三溫暖 那如果你跟黃家謙比起來 誰身材比較好 黃家謙 我跟你講鬼的身材都比黃家謙好 打電話給黃家謙 讓她報仇 還有這樣出賣朋友的 太過分 黃家謙本身因為太瘦了 鬼也有鬼格啊 黃家謙太瘦了 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胸部 真的嗎 但你知道瘦的人應該腰都很細 可是她腰又粗 又爛 對啊 怎麼會這樣沒有氣無視錯 我跟你講她除了白之外 真的沒有什麼好的 小白啊 來…跟小白 嘉謙啊 我是吳宗憲啊 不會吧 你是嬌嬌嗎 我吳宗憲啊 誰是嬌嬌啊 你心裡面還念著那個 已經有家世的男人 不是 我跟你講喔 我們現在正在錄影 那我只是想做一個試雕 對 因為大S 大S跟小S說 經常跟你去洗三溫暖 對 你們洗三溫暖 就互相看來看去 洗三溫暖啊 每個地方你們都大概全身上下 彼此螺承相向 已經看過很多次了 那大S說啊 你的身材啊 我的胸部都比你大 更…更不要說大小S來跟你比啦 真假 那你直說你的解釋吧 我不能這樣做這種事情 既然他們這樣講 那我只好承認好 小S講得更恐怖喔 她說啊 比胸部啊 那怎麼可能 她說她頭都比你胸部大 對 對 我告訴你 好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一件更慘的事情 好 快說 他們兩個真是不愛洗澡 又不愛洗頭的人 喔 髒鬼啊 對啊 真的真的 他們兩個像那個西元呢 其實他非常難洗頭 真的啊 對 他都不洗頭的 看起來還滿黑的 沒想到都不洗頭啊 難怪油光油光的啊 然後呢 然後西蒂是不愛洗澡 不愛洗澡 髒鬼喔 對 他每次… 每次我說西蒂啊去洗澡 他說不要 我好懶 然後就… 但是妳身材真的不好嗎 會不會 不會啦 真的嗎 任期要憑良心講 真的嗎 對 真的不會 那妳讓我看 我愛戲 妳這個主持人怎麼… 好髒鬼啊 工氣私用啊 沒有看過我怎麼知道好不好 好 下次啊 我就一起讓你們到節目當中來 你們就來比照 妳跟他們去洗三溫暖嗎 乾脆 沒有啦 假扮女的 沒有啦 其實他們真的身材不錯啦 那我只是比他們差一點點 可是也是不錯的 他說妳除了白之外 鬼的身材都比妳好啊 不是男生的 牛媽以白遮三醜啦 而且他說 妳從正面是看不出 是男生女生的 那你表白那麼大 對啊 而且徐媽媽也加入 他說妳沒有凹進去 算是妳的福氣啊 好啦…再見啦 不打你啦 謝謝家謙啦 沒有 我跟妳講 黃家謙妳還敢講 他說我們都不愛洗頭對不對 他怎麼樣 那有一天我們就比賽啦 比賽 從現在開始看誰能不洗最久 結果 後來我個人是大概忍個 一個禮拜就受不了 一個禮拜 也是大概五六天就受不了 黃家謙頭髮不是最長嗎 對 對… 我跟你講他更猛 他大概快一個月沒洗頭 真的嗎 我跟你講真的一個月 我不騙妳 難怪那天我碰到他 我以為他綁麻花辯 原來是結在一塊啊 而且我跟你講 勇國冠軍耶 而且遙遙領先 一個月耶 太恐怖了 而且我還看這油 就在後面滴耶 對啊 而且不是妳知道 他那天颱風天到我們家 來打麻將的時候啊 那整個頭 油到底真的噁心 油啊 我這樣一甩就可以炸東西了 太恐怖了 好 最後一個問題 差不多最後一道問題了 聽說我們這個大S啊 每次失戀的時候呢 就整個人陷入一種瘋狂的境界 對啊 為什麼會這樣 一個漂亮的女生 應該也機會很多 不需要這樣子嘛 對啊 因為我這個人是很痴情的 而且我把感情放第一 對 就是事業啊 家庭那些所有 我就是感情都放第一 那是以前啦 然後被一個很醜的男生甩掉之後呢 啊 我就絕心了 小吳妳看妳 小吳妳看妳幹的好事 被醜男甩掉 也沒那麼醜啦 沒那麼醜啦 那就好 不要再震了 我都痛了啦 就差不多一樣啦 就差不多一樣醜啦 差不多一樣醜啦 你帥啦 帥喔 怎麼會有沒天理喔 真實 好 那結果呢 就被那個醜男甩了之後啊 我就覺醒了 就感情沒有放第一 那個時候 我被那個醜男甩的時候 還有點想出家呢 哇 那妳要出家 豈不是橫數第二了嗎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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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一天杜德偉要約妳出去玩 妳會不會接著 會啊 沒有啦 因為 不是啊 約出去玩要看什麼狀況 如果她就說 妳可不可以到我飯店來一下 那我當然不會去啊 他如果說 她有過這樣的舉動嗎 沒有 我是在舉例 沒有沒有 她太了解杜德偉了 怎麼樣 因為她問這句話 有曾經問過在一個別的女星 她又告訴我 杜德偉跟你 問誰啊 跟你講過一樣的話 杜德偉問別的女明星啊 就說 這是我飯店的鑰匙 她直接把鑰匙... 她那個女明星是誰啊 我不能講啊 少來的賺他 賺他 賺他啊 沒辦法賺他 好吧 那我就只好賺他啦 不是我贏啊 就是我在賺啊 你就是賺他啊 今天感謝我們大S 謝謝 謝謝 好 這樣子不錯